近日云南昆明发生了一起协警遇袭案件 大阪桥派出所协警陶乃醒在压搜一名犯罪嫌疑人时 被嫌疑人同伙从身后袭击伸中树倒 整个过程陶乃醒一直紧紧抓住嫌疑人 直到自己倒在血泊中 这是陶乃醒被刺伤后紧急送往医院的画面 当时是6月25号晚上8点左右 事发前一名高姓女子到大阪桥派出所报警 称被一伙人胁迫利用色情 进行盗抢犯罪活动 警方随后出警 在高某指证下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协警陶乃醒押送犯罪嫌疑人的回派出所的途中 被犯罪嫌疑人的同伙从身后袭击 几秒钟的时间陶乃醒被连刺树刀重伤倒地 他押送的犯罪嫌疑人和刑凶者 一同逃离了现场 现场群众报警后 陶乃醒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经诊断 陶乃醒一共被刺七刀 左侧肋骨骨折伤势严重 最重的就是腹部胸部 还有身上这个左前臂肩部臀部都有到此上 而且来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腹部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左肌内部这个地方有那个肠管 还有大网膜都已经爬到腹外来了 到七月六号 陶乃醒的伤势开始好转 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当地警方介绍 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抓获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后来之后会可以继续工作 我看西方正常工作 我看西方正常工作